一个 微臣石珠香叩见太后老佛爷 石珠香 你这几道菜叫什么名字 臣献给太后老佛爷的三菜一汤 取名叫百鸟朝凤万寿无疆 那百鸟朝凤怎么讲 太后老佛爷 这道菜是用天鹅肉烧制的 取名叫万字金天鹅 这道菜是用飞龙肉烧制的 取名叫瘦字银飞龙 这道菜是用鲜鹤肉烧制的 取名叫无字欲鲜鹤 这道汤是用燕窝丝烧制的 取名叫姜字燕窝汤 这些菜全都是陈亲手烹制的 取名叫白鸟朝凤 朝凤是用的鸟朝的潮字的谐音 意思就是祝愿太后老佛爷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四个字 我可只见到了三个字 那姜字到底在哪 蜘蛛香 你敢说老佛爷无寿 是啊 蜘蛛香 莫非大清国的姜 叫你吃进肚子里去了 老佛爷 汤盆里没有姜字 有万寿无就说明老佛爷 无寿啊 太后老佛爷 这道汤它有姜啊 它那个姜字 你亲眼看看 你姜字到底在哪呢 石竹香 你这是犯的欺君昼君之罪啊 是 是老佛爷 你说他敢欺骗老佛爷 得拉太后口去 砍头 太后老佛爷 您 您可否想知道 这道汤里为何无有 无有姜字啊 您听微臣解释啊 那姜字在哪 你要说出个子丑银毛 我就饶了你 你要说不出来 我就治你个咒君之罪 太后老佛爷 这个万寿无姜 就是无有姜间 无姜无姜 乃是不见姜 若是见了姜 岂可称之为无姜 这道姜字燕窝汤的姜字 是看不见的 这正好象征了 太后老佛爷 您长命千岁 我大清江山 万古永存 永无姜间呀 石竹香 听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你菜烧得好 理儿也说得好 来人呐 给石竹香看赏 谢太后老佛爷 赏黄马挂一件 白银三百两 笨死了 皇上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那麦岸上的字数不多 我先把它抄袭下来一份 留给皇上备用 再把那本原本麦安 送给老佛爷 您看如何 这倒不实为一条良策呀 来呀 笔墨伺候 老佛爷 今世林的喜庆寿臣 小牛子愿与石竹香二人 当着老佛爷的面 敬献厨艺 各做寿面一碗 你们有什么手艺 就都拿出来 让大家开开眼 好嘞 去家伙去 去 师兄 我这是给了你一个 在太后面前露脸的机会 再把你的绝活打出来 我看你是狐狸精 问道美好路子呀 寇公公 请把我的家伙事拿来 去吧 哎 知道 吃完了 皇上 这么快 兵的神速吗 这个妈 我拿走了 哎 哦 谢皇上 大人 咱们这面案还是冲不着啊 这 嗯 一定是牛不更给咱们爷们做了手 咱们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 现在 怎么办 先把面活上再说 慢慢想办法 水 面 水 牛不更 看看我们爷们儿 看看咱爷们儿 看看咱爷们儿 为太后老佛爷 老佛爷 以及诸位大人表演一下本出的拿手绝活 请太后老佛爷恩准 准了 准了 有什么绝活 你就都拿出来吧 那 微臣表演的是在人的脊背上切面 啊 在人的脊背上切瘦面 拿人的脊背当面板 那不就切破了吗 绝对不会 太后老佛爷 我想用我的帮储小扣子的脊背做面案 上面铺上一张保纸 等这个瘦面切完之后 小扣子的脊背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破损 而那张保纸也不会损坏一丁点 好 好 这比看杂耍还有趣呢 好 那就在鸡背上切瘦面 好 我由于在鸡背上切瘦面 好 我們来看看 好 我 好 我跟你说 我 是 中文字幕——YK 李公公 您请看 您再看看他的脊背上 启禀老佛爷 那纸一点没破 他那后背上 一丁点口子都没有 太神奇了 太后老佛爷 这盘寿面从头至尾 是用一根面做成的 象征太后老佛爷 福寿绵长 万寿无疆 这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你说说看 这世人做寿 为什么要做寿命 太后老佛爷 据说 风流皇帝唐明皇继位之后 迷恋于后宫粉带三千 渐渐冷落了 与他患难与共的王皇后 有一天 王后对唐明皇说 三郎您还记得当年 我用新做的紫色背心 为您换了一斗面 与您做汤饼过生日的宝 是吗 太后老佛爷 这汤饼又叫水饮 也就是汤面 祝寿的时候 它也就叫寿面 太后老佛爷 这就是过生日 吃寿面的油来呀 石竹香 你不但每道菜做得好 而且对每道菜 每样饭的出处典故 了如指掌 还算有点学问 来人呐 在 给石竹香看赏 谢太后老佛爷 等等老佛爷 老佛爷 小牛子有话要说 你要说什么小牛子 老佛爷 今儿石竹香百般的讨好您 取悦于您 他是心怀鬼胎 他有目的 他有什么目的 老佛爷 您忘了 马之县那个案子 您要求他一个月之内必须把卖案找回来 如若找不回来 便问他的罪 今天 是07县的最后一天 他怕您管他要那本卖案 所以他就 这百般的讨好您 哦 你不说我还把这事给忘了 是啊 石竹香 在 今儿是最后一天 皇上的卖案 你找回来了没有 你找回来了吗 皇上的卖案 微臣找到了 哦 在哪儿呢 为什么不交给我呀 就是啊 找回来了 卖案在哪儿呢 那卖案在 在哪儿呢 在 老佛爷 老佛爷 卖案在这儿呢 老佛爷您看 这就是石大人找回的卖案 这不就 这 就来了吗 你瞒着我 做出这等事情 你知罪吗 老佛爷 奴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老佛爷您的 你让皇上段子绝孙 你还说为了我 老佛爷 您忘了 当年您在立新皇的诏语中 加上了一句话 以四皇帝生有皇子 继承继大行皇上为四 为了使您这句诺言兑现 内阁士读学士广安 都请老佛爷 那是皇上 那是皇上不能生有皇子 这样皇上就不能立四 而老佛爷 您便可以稳坐江山 永主朝政 我永主朝政 可是皇上呢 皇上不能生有子嗣 那也就不能立四 皇上年幼 不懂事 一人为新党 忽作非为 满朝文武 恳请老佛爷 重铸朝政 罢黜皇上 罢了 荣禄啊 你的一片忠心 一片苦心 我都能明白 可是这件事情 你做得太过分 皇上要是知道 他一定会想 是我让你这么做的 这件事情 要是张扬出去 那我这一世的清明 便坏在这件事情上 我岂不是遗臭万年吗 老佛爷 奴才做事 一人称当 绝不让老佛爷 担当任何罪名 人言可畏呀 你愿意承担罪责 天下人相信吗 皇上他相信吗 老佛爷 奴才一时梦朗 欠缺考虑 请老佛爷 给奴才治罪 把火盆拿来 端火盆 什么 我把火盆拿来 就把火盆拿去 我把火盆拿来 你把火盆拿去 把火盆拿去 我把火盆拿去 您宽恕奴才了 不治奴才的罪了